三高顾名思义就是高血糖、高血压、高血脂这些慢性疾病,随着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患有三高的人群也越来越多。 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,我国患糖尿病的人群已经突破了一个亿的大关,还有很多人群是糖尿病的后备军,另外,全世界就有十亿人左右,人群是患有高血压的。 我国高血脂患者已经突破了九千万人,且与记载未来的几年,每年的增长人数都会有新的突破,所以,很多人都开始养生起来,听说患有三高的人群不能吃狗,会加重病情,同时还会增加其他疾病的发生概念。 这是真的吗?营养师告诉大家这要分情况,如果你每天吃的肉过多,肉中含有的较多的饱和脂肪,就会影响肌体中胰岛素的分泌,同时还会刺激脂肪代谢所需要的胆质酸。 生成二级胆质酸、脱氧胆酸和食胆酸,从研究结果上表明,这些二级胆质酸会促进脂肠癌、脂肠癌的生成,并且过多食用才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肥胖,同样可以引发各种癌症的风险。 对身体健康不利,大家要知道的是过两食用,不是就不能吃的,而是要适量吃且吃一些健康的肉,就比如以下这三种肉。 一、鱼肉。 鱼是人们餐桌上经常有的一道美食,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,对人体也有很大的好处,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吃鱼。 鱼,尤其重要的是,鱼内富含优质蛋白,多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、矿物质,鱼内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,如DHA和EPA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病,有利于神经系统发育。 对于三高的人群来说,鱼是一种蛋白质含量高,且是防含量低的好食物。 二、鱼皮的鸡肉。鸡肉吃起来肉质鲜嫩,非常的美味,同时还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,尤其是鱼皮的鸡肉。 鸡皮上的脂肪要多一些,去了皮之后就是营养丰富的蛋白质,且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。 对于三高的人群来说,不仅吃到了肉,还起到了增强体魄的作用。 三、鸽肉。鸽肉的脂肪以及胆固醇含量都很低,并且还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。 特别适合三高的人群在中间食用鸽肉,既可以补充营养,又可以提高免疫力以及预寒的能力,还能起到预防感冒、缓解咳嗽等常见的疾病。 各位朋友,你有三高的症状吗?知道该吃什么肉了吗?或者还有什么健康饮食上的疑问?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,告诉我们的营养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